近日广东韶关有视频显示 一男子在某停车场附近遛鳄鱼 13日当地林业局工作人员回应称 已经前往核实并未发现相关情况 可能为合成批图 而鳄鱼需经过审批持证才能饲养 比台一系列的东西 它要有这个值值 把这个它的安全措施还有一大堆东西给我们看过 醒合以后我们修了室里面去 以后才能批 12级以上只有室里面才有这个选项 没有没有 监控显示 当天上午9点 在潘芝花市东风景秀一个商场门口 给饭店送菜的李先生 将自己的三轮摩托车停放在了路边 几分钟后 一名男子步行至三轮车旁 四处张望后 男子看见三轮摩托车上 有一只已经宰杀的公鸡 而三轮摩托车旁并没有人 这名男子立刻将车上的鸡拿走 等李先生回来时 却发现鸡不见了踪影 随后便立即报警 接到报警后 民警通过视频侦查迅速锁定了一名男子 该男子具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20分钟后 林警在东区的一个居民住宅楼内将该男子抓获 但是被盗的鸡却已经下锅了 当我和同事赶到现场的时候 在楼下就已经闻到了他们的主机的味道 到他家到他朋友家里将刘某某抓获归案的时候 该鸡已经被他和他的朋友分食 据了解嫌疑人刘某某当天在去往朋友家的途中 见到了一辆无人看管的三轮摩托车后排 装有一只已经宰杀的公鸡 便临时起义 将鸡顺手拿到朋友家里烹煮 一起分烹美食 目前刘某某已因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第一款制规定 涉嫌盗窃 被罗索 行政拘留15日 潘志花台报道 近日浙江金华 小黄无意间进入一个微信群 群里发布了刷单兼职信息 小黄做了几单业务后 群主告知小黄等群员要下载APP 之后的任务均在里面发布 下载了软件之后 小黄根据流程向指定账户转账 赚取佣金 接下来的任务中 小黄垫付了三万多元 申请提现时却被告知 需要继续补单才能提现 小黄意识到被骗 于是在网上搜索 被诈骗了怎么办 检索页面跳出一个联系方式 小黄添加了对方 对方自称是一名网警 要求小黄提供个人信息 并要求小黄给指定账户 转账一万五千元 小黄便筹集了一万五 转到对方账户 对方又以其他理由 要求小黄转账 这时小黄才幡然醒悟 连忙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小黄转账